有五分钟,自律力情报送给你 就在扬声望来,扬声online 大家好,我是扬声剑管师湘秀 大家都知道,要活就要动 但是运动好难,好懒,好无聊 要怎么样才能突破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 养成运动习惯就从最简单的剑走开始吧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走路是最容易实践,也是最被推荐的身体活动 剑走是最贴近生活习惯的运动模式 平常不论是到市场买菜的步行 上下班赶路的快走 或是晚饭后的散步 都可以是剑走习惯的开始哦 只要搭配生活,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就能轻松踏入剑走的世界 剑走有四个好处 控制体态 预防慢性病 减少衰弱症 还有舒缓压力 接下来就让我一一分享每个好处哦 第一个是控制体态 剑走是规律动态的有氧运动 可以让身体大量的肌群同时运动 保护脊椎 维持躯干的稳定 减少下背痛 还可以增加热量消耗 有利于控制健康的体态 以剑走来说 我们若走六公里 只要九十分钟的时间 就能消耗三百大卡的热量哦 第二个是预防慢性病 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脂 吸烟 及体重过重等 都是心脏疾病的主要危险因子 研究指出 剑走能够改善血糖 血压等生理素质 也发现剑走 比慢跑更能改善血压 及胆固醇 进而预防糖尿病 和心血管疾病哦 第三个是减少衰弱症 年长者需要特别注意 根据卫福部统计 75岁以上年长者 超过15%的人 有一项以上的衰弱症状 包含体重减轻 下肢功能衰退 精力降低等 衰弱症时的 引发阻老化加快 导致像是跌倒啊 失能等等 此外体重肌肉流失的同时 也代表骨质疏松症 肌少症更容易找上门 剑走虽然强度不高 但作为踏入运动领域的 开始项目是最恰当的 透过剑走 让我们的肌肉 骨质都更容易吸收养分哦 最后是舒缓压力 预防忧郁症 只要维持且超过15分钟的 剑走运动 可以刺激我们体内脑内飞的分泌 帮助我们调整情绪 舒缓压力 只要每天轻松地走走 相信会让我们有更多正能量 勇敢面对每一天的挑战哦 既然剑走有这些好处 那到底要走多久才能达到不衰退的效果呢 真的要日行万步吗 关渡医院陈亮工院长专业团队 在2021年7月 黑菌期刊收录的论文研究说明 要求体能不退步的话 每日步数要达到7000步哦 我们要如何开始呢 剑走可以分为三种 分别是生活剑走 运动剑走 以及长距离剑走等 我们就来一一介绍 看看自己适合哪一种剑走类型哦 第一个先跟大家分享 如果没有运动习惯的人 建议先从生活剑走开始 融入你的生活走出健康 在生活中稍微增加一点步行量 不要太在乎距离、时间跟速度 也许每天上班搭车 提早一两站下车 或者晚上散步时 多走两圈公园 这样就能不知不觉地 养成剑走习惯 而且越走越多 越走越远 也能让健康更简单地 走进生活中 第二个 若已经有规律剑走 且想要增加一点挑战性 则可以尝试运动式剑走 走出成就 走出挑战 当养成生活剑走习惯后 也许可以增加一点难度 去公园或操场 快走三十分钟 挑战自己 迈开步伐 维持一定的速度 也许会感到有一点点喘 但也显示已经达到训练心肺功能 适度的锻炼 让身体感受刺激 接受挑战 这时候 剑走不再只是一种生活习惯 也渐渐成为自我挑战的乐趣 第三个 已经有运动习惯的人 则可以选择长距离剑走 又称为休闲剑走 除了剑走速度外 更强调的是 剑走环境中的美好风景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静下心 关注周遭的美丽世界了呢 休闲剑走虽然比较花时间 却是重新拥抱大自然的绝佳运动方式 悠闲的步调 一边观赏 一边探险 在周遭美景的陪伴下 相信你也会不知不觉爱上剑走了 听完之后 是不是有点心动呢 就是现在 说走就走吧 我们一起出发 找回更有活力 更健康的身体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朋友 不要忘记加入 扬声望来赖好友 并且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哦 最后记得将今天的影片 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扬声望来 我们下次见 拜拜